十四五規劃 是中國2021年至2025年的發展藍圖 但當中首次未有提出GDP的增長目標 那是為什麼呢? 難道當局不看好這五年的GDP增速? 接下來就帶大家解讀十四五對中國經濟的整體展望 過去五年中國的GDP增速雖然經歷了起伏 但在疫情衝擊下 2020年仍然增長2.2% 令中國成為當時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2021年出台的十四五規劃 和以往的五年規劃不同 只是講了GDP年均增長要保持在合理區間 各年到市情方提出 但是就首次未提及具體目標 對此負責起草十四五的部門由官員致出 這是有利於增強發展的靈活性 會應對不確定性留空間 另外也有官員直接講明 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要緩思路 即是中國現在不是以GDP論英雄 而是更加強調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那麼經濟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呢? 那就要大力發展新經濟 推動高端新材料 智能製造等等新興產業 這個也是十四五規劃裏面提出的經濟發展大方向 好像十四五提出 數字經濟核心產業 增加值佔GDP比重 要由2020年的7.8%增至10% 發展經濟不再只看GDP 中國正轉變以往的發展模式 向前邁進更高質量的部分 制作人數字幕增加區 非常的大